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 作为两个部门规章的上位法 分别对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执法权 刑事侦查权做出授权性规定 目前的这两部部门规章 作为国家安全机关规范执法司法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 严格在上位法复权的范围内 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各项职权进行了细化 并且对所有执法权都做了非常清晰明确的严格规范 体现了惩治违法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很好地实现了履行执法权利和保障合法权益的统筹兼顾 三个明确查验严格规范 间谍行为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各国都通过立法予以严厉打击 为有效防范、制止、惩治、间谍违法犯罪活动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依据宪法有关条款 对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验电子设备设施 做出具体规范 两个部门规章 从执法程序上对此均有一系列严格限定 查验前提明确 必须是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 在与反间谍工作无关的情况下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私自随意查验 查验对象明确 必须是与反间谍工作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比如对军事禁区、涉密单位等进行偷拍的间谍行为嫌疑人员 查验对象不能是无关人员 更不会是普通入境人员 查验流程明确 必须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 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有被查验人或见证人在场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隐患的应责令整改 整改不能消除危害或者拘不整改的可依法查封扣押 特别是明确规定 在紧急情况下 必须立即查验的 也应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 网上的这种言论确实有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蓄意抹黑的情况 也是典型的以己夺人贼喊卓贼的一种反应 确实存在着一些自知理亏的人 由于个别国家执法部门确实存在随意检查路径人员手机的行为 就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也会效仿他们的这些非法行径 所以对我们进行刻意的抹黑 那么那些心怀叵测的人 也确实存在着一种担心 担心自己的违法行为 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从而受到法律的打击 所以对我们正常的立法执法行为 破脏水进行恶意的攻击 所以确实是一种不实的论调 感谢观看